大家好,8月31日,加利福尼亚州颁布了租户、房主和小房东援助法案AB3088 AB3088法案保护因COVID-19新冠病毒遭遇财务困难的租户不受驱逐,即刻生效 此项新的州法律取代了山景城的住宅暂停驱逐令 包括刚刚于2020年8月25日被市议会批准的暂停驱逐令延长 租户受到州法的保护,租户和房东必须遵守加州而不是山景城市府的要求 如果租户符合以下任意情况,则有资格根据租户援助法案得到帮助 大流行病引起的收入损失 大流行病期间执行必要工作直接相关的自付费用增加 大流行病导致影响健康直接相关的医疗费用增加 由于COVID-19大流行病直接相关原因需要照顾在家的孩子或年长、残障或生病的家人 从而限制租户赚取收入的能力 与COVID-19大流行病直接相关的育儿或看护老年、残障或患病的家人的费用增加 与COVID-19大流行病有关的减少了租户收入或增加租户费用的其他情况 如果您对暂停驱逐令有任何问题 请访问mountainview.gov slash evictionrelief网站 拨打山景城租赁房屋帮助热线650-282-2514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csfra at housing.org 谢谢